1995年6月29日,一款由Umsaw發行的遊戲在市面上線,上九一色春舞雨 這款遊戲是一個關於神明時春的故事,被認為與一個異教團體組織被拿來當宣傳片製作的 有些人認為這款遊戲是一個召喚人的工具,也有人認為這是一個黑暗策劃活動 從遊戲來看大概可以看出是一個角色模擬養成遊戲,目的是為了帶領這個團體達到最高使命 遊戲中也會穿插宗教活動的真實錄像 今天就要帶你來看這史上最黑暗場地在電玩遊戲裡面的秘密遺教組織 我們要永遠自由、永遠幸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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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真心 1995年3月20号跟平日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东京地铁 上班族、家庭主妇、爸爸妈妈、学生一如往常的挤上那拥挤的地铁 大家都以为这只是普通的一天,但他们错了 日本奥姆真理教的会员搭上了五节不同车厢 上了车,打开了身上带有不好气体的带子 造成数千人受伤以及带走13个人的性命 也是日本史上最严重的事件 至于让日本公共交通新增了新的规范 让大家的焦点放在这个团体组织上 认识他们的目的,也发现了这款有可能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游戏 日本奥姆真理教是在1984年由麻园彰晃创立的 他收集了各个宗教的信念、神秘运动以及科学报道 将这些综合起来后创立了他自己一个宗教 这个宗教相信这个世界即将面对末日来临 唯一能够存活的方法就是加入这个宗教团体 后来在80年代会员开始暴征 因为麻园彰晃以自己是耶稣形象转世 为了在即将发生的天灾来拯救世人 这个想法加上他的个人特色,包括外形以及全盲 开始让日本人觉得神奇 也因为如此许多日本节目邀请他上节目访谈 他也变成了日本节目的规律来宾 这样的曝光率想必也让他圈了许多粉丝跟随者 麻人彰晃在1988年开始逼会人组织捐款 把他们集中起来使唤他们做事 甚至把试图关闭他们组织的人夺取性命 但他的使命并不是如此而已 他的目标更大更远 他的目标掌控全世界 大约在1990年 他们的政治成员已经高达24人 但是都没有人被选中 他认为唯一能够掌控世界的方法就是武力 也有一些帮派帮他们工作 到1995年 这个组织的价值已经高达11 短短7年 麻人彰化拥有庞大金额和武器 虽然离掌控世界还很遥远 但是掌控日本人看起来机会已经接近 那时候就是地铁事件的发生 没多久他跟其他的跟随者就被逮捕 警方调查后发现这个组织不得了 不仅拥有庞大的金额 在许多国家也有基地 依照这些证据 他是永远都不会被释放了 在2018年7月 礼拜五他被出行了 所以你可能想 既然人都走了 那跟这游戏有什么关系呢 前面提到麻人彰晃想要投掷地球 除了武力跟蛮力之外 他还有另外一个战略 宣传 他们为这个组织团体做了许多音乐 漫画甚至是动漫 为了能够召更多人加入他们的团队 并把麻人彰化的形象塑造成耶稣的样子 但宣传这个战略并不是麻人彰化的单纯动机 他想要的是精神控制 他生前请了许多精神专家 帮他创造能够控制人和操控人的媒体 也这就是这个游戏的由来 地田事件几个月后 上九一色春雾语游戏上市了 而这个游戏非常让人不安 在游戏里面你是主角麻人彰晃的角色 你的目标就是要经营这个团体组织 所以就跟其他经营游戏一样 你必须赚取资源 存钱 为了那个最终目的 排放气体攻击 你的另外一个目的还有扩担团体 游戏里面还会穿插现实生活中组织照片跟影片 包括动漫 不相关的照片 奇怪的影片 像是麻人彰化声称自己能够漂浮的能力 里面还有他泡澡的水 以及收集血的瓶子画面 这些也是他真实生活中会做的事情 并将这些瓶子卖出 购买的人真的把它当神来看 游戏中的现实影像穿插已经够诡异了 但是加上内容 让整个游戏更黑暗 最让人不安的是游戏的结局 游戏有两个不同结局 如果你成功过关了 则是会出现好的结局 过关条件就是 你最后成功的存到足够的资源 来完成地铁使命 就跟真实事件一样 然后世界就会统一 大家就过着和平快乐的日子 如果你没有过关 就是坏结局 麻人彰化会被丢到监狱里面 然后世界某人就会出现 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 这个游戏是麻人彰化的宣传之一 简单来说 如果它被抓去关了 那么世界就会不可避免的终结 并描述气体排放 其实对社会大众是有好处的含义 对心智成熟的人来说 听起来是非常扭曲的 但是如果是小朋友玩这个游戏 可能就会真的相信 他们眼前看到耳朵听到的 也就真的实现了 麻人彰化的宣传意义 精神控制 以上这些游戏内容 以及理念 也成功地让这个游戏 成为了史上最黑暗的游戏之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影片 不要忘记帮我按喜欢和分享 想看更多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 by bwd6 by bwd6